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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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Twice的阿彤 首先就是 Happy New Year Happy 2018年 今次的影片就是 2018年的第一條影片 是不是應該叫做 開年片呢? 身為開年片 這麼特別的日子 就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是會做苦拍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叫苦拍糖呢? 其實苦拍糖就是日本的和菓子 它因為有著一個很漂亮的寶石的外形 令到大家都慕名而去做它 今天我就是會做一個苦拍糖 但想不到因為一個苦拍糖 就開始了一個很艱苦 很漫長的製作過程 好吧 我們就看看吧 去片! 這是一個最貴重的 我不太太 那就是 竟然可惡 因為不透過 裡面很適合 也是 我們真的想要去試試試試看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輕易看 但 我們可以 覆悅 也不能 我們今天的比賽 我們在な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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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靚到爆炸 去看一下他的色 ray 1顆清楚他的色纜色 agreement 像是一粒有顏色的不會溶的冰 我這次是做得很辛苦 我做了三次還是四次 我已經用了一公斤的糖 為什麼呢? 可能剛剛的影片沒有展示出來 剛剛的影片都是在三次裡面抽些抽些 然後砌了一段過程出來的 第一次的問題是寒天粉 我太少了 它根本凝固不到 我切不到 所以就失敗了 然後第二次 增加一個寒天粉 但還是有點不太滿意 一些太融融的感覺 最後我就用了兩倍的寒天粉 才做到我現在最後的成品 我不肯定是不是寒天粉的問題 因為聽說日本出產和香港賣到的品牌 效果都有點不同 還是香港的氣溫、濕度等等的問題 這個也結集了兩個食譜 這個粉紅色就是7g的寒天粉 這個就是10g的寒天粉 我想它的效果應該也會有差別的 那我就試試這個7g的先吧 跟你想像到的一樣 它是只有糖的味道 然後它是外面是很脆的 那你咬開裡面就有啫喱的感覺 這個啫喱也不算很嚼勁 好像大菜糕的感覺 它是一些軟軟的 很軟軟的啫喱 10g的 嗯 因為我吃得出呢 是硬正好多的 這個啫喱 實驗結果啦 大家不介意裡面的啫喱 軟一點就用7g都可行的 那用10g的寒天粉就比較硬 比較易切 你會比較容易處理一點 那其實味道也沒什麼特別啦 它只有砂糖味 但口感是挺有趣的 大人就未必接受的 因為真的有點太甜了 但是呢 你絕對不可以減糖的 因為糖正正就是它結到外面的硬 那層結晶的關鍵了 如果這個糖的濃度沒有那麼高 它是不會蓋上一層啊 膜在外面的 所以是一定不可以減糖的 那就唯有切小粒一點 送給別人吃啦 哈哈哈哈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就記得like 還有留言告訴我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對我日常生活有興趣 就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